我覺得民進黨在這種一黨獨大 蔡英文極權 極義深的情況下 還要去追殺中正紀念堂 把蔣公的銅像還把它移除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台灣老百姓不能夠接受的 我自己在我參選的時候講說 我們中國國民黨一定面對歷史 中國國民黨做的不好的地方 一定我們勇於認錯 民進黨這個促轉會根本就是一個政治的追殺 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個不公不義的一個組織 以及進行的都是一些不公不義的 政治方面的一些清算的鬥爭的行為 我覺得我們台灣社會太需要公平跟正義了 台灣的社會更需要和平與和諧 我覺得民進黨在這種一黨獨大 蔡英文極權極義深的情況下 還要去追殺中正紀念堂 把蔣公的銅像還把它移除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台灣老百姓不能夠接受的 我自己在我參選的時候講說 我們中國國民黨一定面對歷史 中國國民黨做的不好的地方 一定我們勇於認錯 但是中國國民黨做的對的地方 我們一定堅決的捍衛 就拿蔣中正先生在台灣的歷史定位來講 如果我當選了中國國民黨主席 我會立刻的召開全世界有關於東亞近代史的專家 大家共同來討論一下蔣中正先生到底在台灣的歷史的功過 我相信這個討論是邀請全世界的專家 而所有的過程全部都會用網路直光的轉播 如果說今天全世界的專家都認為蔣介石在台灣做的都是惡事 毫無疑問的中國國民黨沒有二話不講 但是如果說今天整個東亞的學者世界的學者 大家公認為蔣中正先生為台灣的經濟 包括三七五鹼豬土地改革 為台灣的國做 包括堅定的捍衛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安全 包括我們守住聯合國一直到1971年 包括台灣的民主政治的地方的選舉開始展現 包括我們的九聯國教 包括我們的中小企業的經濟發展 台灣能夠成為亞洲四小龍 蔣中正先生絕對是功不可沒 而他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還遠遠超過蔣經國先生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有歷史的事實 再加上全世界我們大家要公認的事實 民進黨今天憑什麼要拆中正紀念堂 憑什麼要把這個當時由全世界所有的僑胞 以及朋友共同所捐贈的中正紀念堂 要轉為一個自己打擊一己的一個工具 請問答案 這次数字還給系統 請問答案 請問答案